3月20日,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签约10周年 即第七届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在武汉市菜店区举行 中外嘉宾出席论坛并见证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永久会旨揭幕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市中法两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挑战 共同推动建设的生态新城,于2014年3月落户武汉市菜店区 这也是中法两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合作项目 这个区域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法国的智慧,更重要的里面还有中国的智慧 所以这个里面是法国设计和中国设计精华的一个结合 当日发布的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10年发展白皮书显示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融合两国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领域的 可持续发展技术和经验,注重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生态环境技术 突出低碳交通体系和绿色建筑应用 正逐步成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居一夜的示范样板 经过十年建设,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7亿元人民币 高端服务、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极具城市 和湖联通、山水城相融的共生格局逐步显现 小街区、密路网的低碳交通体系基本成型 我们作为蔡建中法生态城的详细和可持续规划的总规划师 然后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区域里面发现 一整整十年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变迁这个区域 然后基础设施日渐完善 然后绿化也越来越变得完善 然后生活的这个条件和人们的这个生活的状况也越来越好 所以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欣慰 从空中俯瞰 中法生态城湖水澄澈 暗线曲折 绿色烟绵 建筑的高度和密度随着向湖边延伸而逐渐降低 山水城融为一体 我非常震撼 就是有这么一个可以就是中法共同打造的这么一个绿色 最有经典的这么一个地方的话 也就是说意味着未来的话可能不管是法国人 这个中国人他都会汇聚这个地方来寻找他们喜欢的东西 论坛期间包括中法科技冰学产业基地 美迪气象研究中心等在内的58个重点项目签约 总金额达606亿元 来自中法两国的专家学者 企业家代表 还就绿色建筑与任性城市生态资源与绿色发展等主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我是2020年来这个地方嘛 当时还有很多空地 那么现在就没有空地了 对就是厂房都是很快就坚持起来 然后投入运营 也看到菜店的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 对菜店的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让那个我们的项目尽快的落地展生价值 本次论坛也是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自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 武汉与法国在经贸 科技 人文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 武汉已经成为法国在华中地区投资最密集 交往最密切的城市 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然后也见证了第一批合作项目 在我们菜店 在我们武汉落地开花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中法之间的愿景 那么在这个愿景基础上 我们历经十年看到了它逐渐的生根发芽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希望它既有的合作能够继续 然后同时也能把我们的合作扩展到更多的领域 让我们中法两国的共识能够在更多地方得到落实 所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的意义 在当下也显得更加的重要